早上好姐妹 早上好 你看今天呢 我们就来到洪姐她们这条村 然后她们这里有一个大学生 返乡创业 你看 就来这个是民宿酒店 这里的空气非常好 你看外面的这个屋还没有散开 这里还有沟湖晚会 那边是餐厅 我们过去 这个广山是吗 这个离开了 这个这里就是大洪姐这里的地盘了 花椒花椒很多 这个是动水道 你看那里还在动呢 那里面里面有鱼啊 有啊 朋友们这个就是花椒了啊 有没有见过 我还是我还是第一次见花椒啊 花椒是讲的那么矮的吗 它不是矮 它是每年都割断 哦 那既然采摘的话容易采摘多了 嗯 来到这里冷了 哈哈 在这个大山里面 竟然要多穿一件衣服 哎 好谢谢 爸爸还这么年轻哦 对呀 爸爸他们年轻呢 哈哈哈 这家有几千 我去念他的家庭 我们家的家庭有多大啊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我们的全部资产 全部是在这里的啊 来看一下我们的全部资产 来 哈哈哈哈哈 全部都基础在里面 这就是我们家的全部资产 我们家有七八十个坛子 里面有资产 小心 那就是就是坛子里面都是什么 泡菜啊 那些东西 酸菜啊 剁椒酱看 这里全部是辣椒中的 看不到清楚 你看全部是辣椒 口水马上流了 这是我们家的全部家产 这个教堂是不是到我家看过来 要回来做的 我回来叫他们做你们家的教堂 一个都做不好 我准备要把它弄了重新来过 上面都是你的后花园 后桑 然后这边全部是我们家的花椒 那上面是橘子 你包了30年 100多亩 120亩 多了30年 我还有的 有的正 有的 收到 来 这里 哦 你这里也是 就是马上要搬到那个 一炉舍 都是一股很香的味道 一股花椒的味道 在直播是吗 来 我们妹妹俩 哈哈哈哈 来 你看吧 哇 你们现在看到我们谁来了 哈哈 这煮菜饭点这个话就用了 这个饭凉菜 然后吃面炒 打火锅的 这个除了做火锅还可以红烧 这个装饭 这个炒菜 然后红烧鸡啊 香的很 一小个就方便 对 如果你想 就说不是 糯米辣 糯米麻的 这个就倒了 哦 这个倒快了 这个要炒 对 我们要 这个要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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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鲜花椒 这个这个都是新鲜的 新鲜的 是吗 哦 要放一个冰袋 要放一个冰袋 这个全国都发的 这个 对对对 你看这就是一包新鲜的麻椒 这个是真空包装了吧 对 里面是真空包装 真空包装 新鲜的 这个 呃 在哪里购买啊 我们 走音头条的 呃 重庆中国食品 先公司 就能收得到 就能看得到 我们上面 我们平坦 呃 我们的 鸡鱼店 冰的 你看 是吗 嗯 然后去做做烤鱼 烤鱼啊 是啊 什么 生菜鱼啊 哦 水井流用啊 花椒鸡 哎 咱们回去来一场专场呗 哈哈哈哈 咱们可以来一个专场 哈哈哈哈 专场 对 什么谁要 什么谁要 半斤斤的对吧 对 鸡冷 鸡冷 你们有一个冰袋 我一包这个鸡冷 新鲜的花椒 没有烤过的 新鲜的 就是绿色的 一年四月 十八个月 不会建筑 哦 当季采在生育里的方式 蛮不平十八个月 他们的心 要吃点东西 都蛮不平 他只要吃冷冻 你要冷冻而已 哎 这个炒的 火锅底料 水锅 哦 慢慢水锅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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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我们从 那个红姐 那个山上那里上了 然后要去了 去了那个厂 要到这里吃饭吃饭 然后去鸡场 对 就回去了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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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